大家好 我們Dear Jane Hello AM730的讀者 你們好 Hello 很多驚喜的 你到時候就知道了 有人約你去看一個Show 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增進感情 所以大家來看Dear Jane Show 又有開心又滿滿的 一起大合唱 還有我們感情氾濫 我們四個唱好情歌一定開心 有一個人 我們常常說一個人來 我要兩個人出去 興奮又緊張 真的 還有期待了很久 每次訪問有什麼場地想搞 第一個答案是搞個戶外Show 因為氣氛完全是跟室內兩回事 這個真是很純粹大家上台 夾樂隊玩一看 我們全部都是Live彈 可能我們之前會有聲效上的播帶 即是鋼琴 弦樂那些 我們就撕走那些 我們在編曲上就會改變一點點 幾位隊友這幾位就可能多些操不同的部位 因為NICE我看到她經常放上網 都是在操練手臂的 她都知道這次手臂是很重要的 而且其實身體真的要健康一點 所以做到一些運動 我就是主力減肥的 我覺得我猜 我猜Tin會是主力操練四肢以外的 內臟 因為她要那個肺功能 要將她提升 Jaco最重要的是她操練 因為有時候做戶外Show 可能要跑來跑去 這次舞台是除了我們 舞台原本那邊 有一個Catwater伸出去 讓我們可以跑去 跟觀眾近距離多一點 熱就脫 我可能脫褲 不脫衣服 因為你最熱永遠是下體 對 散熱 而且肥膏多 上身可能下身比較結實 所以 我們這個Show叫What's Happening 其實都是一個關心一下大家的一個 問一下你好嗎 尤其是近幾年 大家可能都需要多一點關心 一些愛心也好 就是過來 進來這個Show 跟我們度過一晚開心 我們關心一下你 我們看看你 就要問一下What's Happening 突然之間很多Show變成Online 玩完之後 又不知道大家的反應 沒有掌聲 其實我覺得我們Live Band 更加需要觀眾的互動 玩完這首歌 沒有反應的感覺 就再出現電視 所以這個是好 究竟我在做什麼呢 有一段時間我覺得 我覺得有少少那些叫什麼 Covid Depression 無聊期的隔離 我都經歷了一段時間 可能歌寫不出 每天不知道做什麼 越睡越多 越睡越夜 所有事情都亂了 直接沒有心情 我… 我… 整個情形好像很輕微的Depression 所以好幾個月的時間 好像去年的紅館 我是很難入狀態去做演唱會 我是比較難的 是啊… 是啊… 我聽過… 其實我也知道有觀眾 聽過很多人都… 可能有這件事 是啊… 都辛苦 都難捱 大家在經歷的事情 又真是… 又… 有幾特別的 真是前所未有 這樣… 在我們這一代人來講 這樣… 那個concern 初頭會很擔心的事情 但其實沒辦法 你都要面對變成習慣 我的一歲仔現在走出家 站到門口 伸出頭出來戴口罩 以前不會的 這些其實是幾不正常的事情 小朋友不應該戴口罩 但也都同一時間 因為疫情多了在家 小朋友又無法學 剛巧他們這些歲數 你可以多了時間看著他們成長 好像是身邊的朋友少了很多 因為少了機會出來見面 是不是數四個人吃飯 是啊 然後又要幾點 就已經早點要收 例如一大群朋友 你怎麼數四個人 是一定要見的 第五個又不可以一起 沒有的 有另外其他朋友 為何不叫我一起 因為限聚 所以不要鋪上網 娛樂的習慣不同了 即是下午開始 因為店舖早生 然後七點八點回家 我覺得這個不錯 人生馬上有陽光 但我吃多了幾餐 我便漲爆了二十多磅 去完表演 你就會教你生命 演唱會收身大法 我們這次女主角找到Stuffy合作 導演也找到Will Orr 去導演這個MV的時候 變成她的角度 就很多 很有人性 人情 美上的東西 去掌握到 Stuffy 不用說 她真的演戲 就是Stuffy 很好 你不相對 不知道別人多傷力 你才會懂得 去怎樣鼓勵別人 怎樣幫別人 去繼續走下去 之前就是Wyman會自己發版 這次她是問我們四個 我們每個人有沒有一些故事 或者人物地點的東西 在腦海中也好 或者在inspiration也好 和她分享 很簡單分享一下 然後她才拿著這些東西 去寫她的歌詞 這首歌應該是我給她的故事 inspire 或者是一個簡單的 是一個電影的一場戲 有Harrison Ford 夏里順福特 和Ryan Reynolds的老婆 Lively 因為我跟了很多IG的電影帳戶 這麼巧 這段片突然傳出來 那個女生就是 一個不老的女生 這個夏里順福特 有一天在家裡 她的兒子帶一個女生回來 就是這個女生 大家原來當中的感覺 大家的眼神 flashback 原來五十年前 他們一起拍拖 他們 某些原因 他們分手 那 但後來又拍了她的兒子 但是那一場戲 那個moment 原來我覺得很棒 最初看到 是覺得和灣民之前幫我們填的歌 是有幾不同的 還有今次灣民填完的詞 回來 然後她有一連串的類似 又不是解釋 或者之後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去到這個位置 我特意用了這個詞 她會有很多東西分享 這份詞 她就只是一個voicemail 就說 這份詞就是這樣 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需要加進去 看一看歌詞 第一個impression 就是很簡單 但是跟著我跟著這首歌 去讀回那個詞 或者拿回那個感覺 錄音 其實我發覺這份詞要表達的東西是 首先你要observe 你要留意周邊的人 或者你經歷過的東西 或者你才能夠套入 去 就是擺emotion 這些詞 其實每個人聽到 我覺得都有她自己的畫面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幾 幾powerful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